大家好,歡迎來到The Wave的頻道,Chromechan 今天就跟大家講講Snapdragon 845 Snapdragon 845有什麼厲害呢? 它對比上一代Snapdragon 835 它在速度上有很明顯的增長 究竟有多明顯的增長呢?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裡是說在同一個製程和頻率下 只注重Gibbench的速度 它已經快34% 另外,它就用了一個比舊時Snapdragon 835更新的製程 是10nm的LPP 另外,它的速度也有提升 在這個情況下,計算下去 它的速度迫近Apple那顆A11的Bionic chipset 另外,它GPU暫時未確定到 因為都未正式出去可以測試到 而另外,最主要是相機 相機可能我們不太看到什麼 我們在官網上有一個叫Multi-Frame Noise Reduction 什麼叫Multi-Frame Noise Reduction? 我找一幅圖去跟大家講一講 上面那一幅是Single Frame 即是拍一幅就是一幅 Multi-Frame就是 你按一下,它就跟你拍很多相片 然後把它合成在一起 去令到它更加少Noise 我們可以在這裡對比到 很明顯它的Noise來講 是少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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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在這個技術來說 其實相對上更加好 還有在拍照方面 它有一個Slow Motion 是720p的480fps 還有它有一個802.11ad 現在還未有很多Router 去支援 最好就是它的LTE Modem 它是1200mbps 那更快 那更快 家裡的寬頻 對 因為香港的寬頻是1Gbps 所以 那當然啦 Upload Speed 一定沒有 那麼厲害 只有150mbps 另外 最後 跟大家講一講 Sony有一個H81XX 不知道它後面是甚麼數 那麼 H81這部機 估計都是Premium系列的 它用了4K的顯示屏 亦都講了有Android O 和Btube 5.0 但是 在我拍片的這個時間 Sony都已經其實 remove 了這兩部的UA Proof 所以 只剩下這張CAPTO 那 那今天就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那如果有甚麼消息 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和分享 那好啦 那今天就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